空中瑜伽姿态优美 还可以锻炼核心肌群 是近年来最受到欢迎的运动之一 不过众多的拉伸动作 也让瑜伽慢跑还有重训 成为现代最容易发生运动伤害的主要运动 中医对此强调运动伤害的事前预防 提出松筋理论 肌肉太紧绷就会影响你的表现 如果肌肉放松了 你的爆发力就会强 先放松运动的主要核心肌群 才能有更好的肌肉弹性还有爆发力 以跑步或是马拉松来看 最常见的受伤部位 三层在膝盖 两层在下肢 一层在脚踝 像是所谓的跑者膝 阿基里斯腱发炎 或是足底筋膜炎 通常都跟肌肉过度紧绷有关系 中医的针灸 不管在伤害发生前后都有预防效果 医学可以处理一些很严重的 甚至韧带撕裂的 甚至骨折要做处置的 可是等到他后续的训练 他必须要让他的软组织的力量再强化起来 然后让他的身体的体能状态 回到先前巅峰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西一起合必治疗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不只是专业运动员 运动风气盛行之下 一般民众也越来越常发生运动伤害 中医推动运动前的预防松筋 还有伤害后的帮助修复 让国人运动更没有后顾之忧 巴拉新闻贺平李宗元采访不老